大家好,我是Frank 今天和大家分享如何安装这个洗脸池 就是这样 买的时候我这个水龙头是单独购买 台面和这个 还有那个镜子 但那个镜子没办法装在这边 因为这个位置对不上 本来是可以装在这边的 当时没有考虑到的因素 因为它这边带一个抽屉 只是涂便宜 这个洗脸台原价是299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别人退的 还是买回去不好用 我就把它买下了 因为是special价钱 是155 结果买过来之后 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这个不好 因为这边有抽屉 那等于说这个水槽什么 你其实不能放在中间 要偏一点 所以我也买回来了 已经是打折了 我又不想退 好像上面这个是 人工的合成石 还带个水槽 这边还有个门 有一点变形 等一下要洗一下 我想把这个呢 就按在这个地方 大概可以 接下来我们试一下 那首先我先 因为这个下水呢 是往下的 那边需要掏一个洞 我首先需要在这儿 扭一下大概位置 它靠墙 要不扭一下 要不扭一下 抓住 现在我已经找到这个中间点了 就用这个钻孔的 钻孔 把它打开口 大家看这个 只有外面一层纸 现在这些柜子够不好了 把它只沾了一层薄薄的纸 里面呢 全是这个钻孔 钻孔一压制的木管 我发现这里了 这应该是被人已经 买回家安装过 然后可能觉得不合适 要退掉了 所以才便宜 大招 我发现可能还小一点 因为要到最下面 这个地方太粗了 直接给它 好 那下面呢 现在是都可以用 这个也可以用 可以 因为这个是沙克板 可以366转弯 现在发现这边有点低 我需要垫一些 找一下皮革 这个 这个 好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 固定这个托子跟这个墙壁 要找到里边的木头 然后把这个柜子呢 不用跟它全部连接起来 所以 这样 就在那里面 找到里边的木头 这边 做一个 那事情 就是要 这边 一切 我们用来 这个 非常 在那里面 还在那里面 做一个 是 因为这个台面有三个洞 我们只需要中间的一个洞 那然后我们就需要这个遮盖罩 放在这边 那它这边是有一个海绵状的东西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水龙头这两个放下去 那这边有一个槽还有一个垫圈 我们把这个放在这个垫圈的位置 这个皮垫在这种没有这个的时候用这个皮垫 有那个垫片的时候还不能用这个皮垫 就这样就可以了 有了皮垫放不下去 那我们现在把那个垫上去 手垫的差不多了 上去看一下位置 那它这边还配备了一个专用的工具 我们可以用这个工具上进它 OK,HOT SIDE 这个HOT SIDE就留在这边 这个是COO 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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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里边就像这样做的 然后再准备一步 先接上测试一下 回头呢 这边要弄一个转换口直接的下去 比较好 OK 又水了 接下来是另外一个 见证奇迹的时候 暂时扎这个帽子出来就可以 看这个是泡二 这边是热水 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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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热水 进去 热水 侧脸 眼球 它这个抽屉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颜价300块其实就这个台面还比较高级一点